多謝主席敬拜小組 我們很多負責音響的弟兄姊妹招待 跟進的 很多弟兄姊妹每個星期 同心合意來服侍 擺上自己的時間 擺上自己的精力 來服侍教會 服侍弟兄姊妹 我們看到這些圖畫的時候 很感恩 很開心 因為每一個人 在運用神給他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負擔 來整體的配搭 使得我們每個星期的聚會 活動能夠很順利地進行 還有那個報道會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在不同的地方 來幫忙 有些人問我 牧師你知不知道什麼 我坐在那裡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報道會的籌備我沒有份 我只知道負責來吃和說 就是這樣 但我發覺很多弟兄姊妹 在不同的地方 互相配搭 我們看到這幅 是同心 建造教會 一幅很美麗的圖畫 使得行傳說給我們聽 教會 就是需要我們同心合意的 彼此來建立 由神 為何開始 耶穌基督為何開始 這個教會 一直發展下去 一直發展下去 其實如果你現在開始想回 使得行傳說第一章開始 你發覺如果從盧家這位醫生去技術 使得行傳的這本歷史書 或者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在情節上面 開始不停地轉彎 第一章開始說到 耶穌復活了 然後 聖靈降臨到第二章 就開始 他們就很有膽量地來到全港福音 好像一個很順利的環境 跟著 但當給得起來 和門頭起起來 講道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挫折 那個挫折是什麼 有沒有印象 那些人說 他們是不是喝醉酒呢 當他們有一些超自然的表現的時候 是不是喝醉酒呢 所以不要經常以為 你一定要有超自然的表現 這樣才見證 不是的 有時候我們有超自然的表現 人家覺得你是不是喝醉酒的 那時候彼得他們 和沙特使徒怎麼樣 起起來來解釋 不是 我們沒有喝醉酒 這是按照《約議書》所說的 這是第二章 他們接著講道 講道講道講到什麼地步 聖靈工作 聽的人怎麼樣 覺得擇心 看到本來很興奮 聖靈降臨很有力量 跟著有一點挫折 一個轉彎 跟著 這個過程後面 很多人信主 三千人信主 而且大家轉在一起 很美麗的樂團的生活 又遵守思路的教訓 很開心 聖靈轉第二章 跟著下去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有一個人有需要 當彼得約翰 去到聖靈門的祈禱的時候 看到一個 蝦腿的人 一個跛了腳的人 在那裡 在一個信心很大的事業 那裡說了一句很出名的說話 金我和銀我都沒有 我只將我所有的給你 就是奉耶穌基督的命 那些人 吩咐你 起離行走 第三章 神跡顯現了 有一個差不多 將當時教會的生活 帶到一個很高峰的地方 你剛剛信耶穌的人 不是受過很多栽培 但是很深地 經歷耶穌的同在聖靈的能力 居然現在能夠 吩咐一個人 起來 逼了的 站起來 震撼當時的情況 但這個震撼帶來是什麼 你這個轉彎是什麼 一答第四章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經文是什麼 反對 是不是 那麼大神跡 又來了 神跡之後怎麼樣 那些官府的人 怕這個新興宗教的勢力影響 所以拘捕了那些使徒 躺在牢裡 這個逼法開始了 之前是有些人的 激笑 疑問懷疑 是不是喝醉 現在第二個從高峰轉下來的是什麼 是 迫害 迫白 在一個迫白的後面 我們看到什麼呢 使徒們憑著聖靈給他們的能力 奉耶穌教的名字 很清楚的宣講 我們不怕 我們是奉主的命 來面對這些挑戰 我們信仰的是耶穌寶貴的名字 是拿撒拉人的名字 拿撒拉人的名字 耶穌的名字 我們不懲怕 他們持守這個信仰 到官府沒有法指 不放他們 他找不到還有其他的罪證 他們說 這幫人沒有學問 只是一個特點 跟給耶穌 他們信奉耶穌的名字 能力卻展現出來 所以當他們離開,釋放了使徒的時候,他們回來發生什麼事呢? 剛才主席幫我們讀的32節開始,31節他們回去了,同心的祈禱,求聖靈繼續充滿,大放膽量。 他們說,你多迫害我都好,你外面壓力多大都好,我們不怕,我們要站穩,我們要見證神。 然後32節,他們同心合意的,每一個人說的東西是自己的。 這個其實跟上面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很重要。 怎樣面對很多在信仰上面帶來的一些挑戰,一些的壓力呢? 可能今天我們在美國不是受很多大迫害的一個環境。 我們常常說,好像是很自由,但其實你發現到,我們今天信仰很多的層面,是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戰。 是不是?我們現在都在等著,上個禮拜高等法院,重新審判這個同性戀的婚姻的事, 結果是怎樣?到6月才可以公佈。 這個是對我們的信仰,無論他贊成反對,都會是一個很大的反對,很大的困難。 因為如果高等法院說,我們不贊成同性戀的,你猜有什麼後果呢? 是不是就從此我們大家和和,一男一女結婚呢? 根據我們的經驗,絕對不是。 是怎樣?那些同性戀,支持同性戀婚姻的人呢? 他們會繼續繼續繼續搞事,繼續繼續繼續上訴,上訴又上訴。 因為過去歷史,我已經見過很多次是這樣。 是不是? 那如果高等法院不贊成是,他們贊成同性婚姻的? 我們會再說,我們會再說,我們會更大的考驗。 以後就將這些所謂同性戀婚姻的人,就放在我們的教科書裏面。 我們下一代我們的子女已經受到影響了,會更多的影響。 從自小開始,就形式,在學校就學到。 其實婚姻不用男一女的。 將整個聖經的傳統價值, 圣经所建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 都出了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挑战 是我们信仰所受到的考验 不是好像那些被极端的回教分子捉去那种 但这种在那种逼迫那种的考验 以这个考验后面更加反映一样 要出来一样东西就是说 当我们说到同性婚姻不对的时候 是不对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如果结婚那些 有谁不是的举手提 没有了我们个人都是 请问你快乐吗 请问你一男一女的婚姻你幸福吗 你觉得你的婚姻 是不是见证神的荣耀 当我们说那些不对的时候 那我们好在哪里呢 是不是其实在我们每天 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都是一个的考验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 怎样对我们的太太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 怎样对我们的丈夫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 怎样在婚姻里面保守我们的纯结 不要在外面搞三搞四 我们都知道的 行不行啊 有没有做出来啊 这个是我们信用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当当时教会 面对的考验 面对的挑战 跟我们今天的不同 但是他们面对迫害的时候 他们回来做一件事是怎么样呢 他们一心一意 他们回来同心一切 如果说自己的对象 非常的变乱 就是会 这些炭火 一天 一些炭火 阻溯 一人 三人 ensemble 丟在一起,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勵,所以我們強調我們要有團契的生活,要有小組的生活,要回到主要同心的學習, 彼兄姊妹要彼此的勉勵,為甚麼?就是將我們裏面的火,這個信仰的火,這個為主的火,兩個高舉主的名的火,彼此的提醒言點, 甚至當時教會他們做到的地步,他們編碼他們所有的支持那些人,我們提過當時很多的從外地以來耶路撒冷過節的猶太人, 他們預算過如二節到五旬節,是這五十多天的生活費路費,現在信了耶穌留下了,但是預算的盆穿用完了, 在耶路撒冷當地很多弟兄姊妹就編買了所有的地章,我們提過,這裏一再的出現, 這不是當時教會的規矩,信耶穌就要賣光你的東西,而且還賣光,還要交給使徒, 就當時終有驚訝道, halfway through the poner secret relacionations, perfectitters 向自己那麼高昂, 所以 就是考驚, 所以說明年薛強是我們讓到 positively these people together, 然後的是我就是想著這個分別, ins the world and to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以由法做什麼事情rib父 australia, 那是一班弟兄們,來處理行政事務的工作。 這是彼此的配達。 這是第六章,以後講第六章的時候, 我會提到這些經文。 當時他們就是願意這樣做, 你發覺當他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33節,使徒就大有能力, 見證耶穌的復活。 你發現到,原來當弟兄姐妹傷害的時候, 產生的果效是什麼? 那些使徒們更加有能力。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以專心。 因為不用再分心。 當弟兄姐妹給予和睦同居, 大家相愛,互相一心一意, 同心合意的時候。 你知道嗎? 牧師這個行業, 想知道很多的需要注意。 因為我們在做了一段時間內, 他會說, 做了一段時間內心。 我會覺得說, 藉 tug, 你會說你有一些問題。 我會問你一個問題, 怕自己很勤力。 是否有很大的壓力。 我說我不是說我不覺得我會有壓力。 但我又可以吃又睡了。 這樣而現在, 我最喜歡的做一個行人, 大便宜的, 是嗎? 又喜歡講道,又喜歡教聖經, 教會又從來沒有說不讓我講道, 不讓我教聖經, 就是嫌我講得少,教得少, 是不是? 需要我講多一點嗎? 多幾個禮拜就最好了,牧師, 我最喜歡, 又去探訪第幾支揮, 關於第幾支揮, 即是,我的生人最喜歡的就是這一行, 不過這樣說, 不做這一行,我也不知道做哪一行, 都做了幾十年了這一行,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東西, 有什麼壓力呢? 醫生說不是, 你有壓力, 如果你沒有壓力,你不會有病的, 那個沒有聲音出, 因為有病的嘛, 全都顯出來了, 那當然是壓力的, 是不是? 這樣想一想,其實是什麼壓力呢? 突然上起布羅講的說話, 當布羅沒養教會, 那麼多前後書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你們有誰軟弱, 我不軟弱呢? 有誰, 教會有什麼問題, 我不擔心呢? 我做的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但是, 身後面背著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每一個家庭, 有時候我覺得, 我沒有壓力, 但是其實壓力在裡面, 所以合理在研究是說什麼呢? 其實這個世界上, 很多的職業裡面, 心理壓力最高的, 什麼事物的老大姐, 那是在我身上腦袋。 我看到的 Shake You's εί, 那是什麼問題? 我只會有一些病人, 那有些病人, 那是在我身上腦袋。 那就是你身上腦袋。 然後是你身上腦袋。 然後是你身上腦袋。 sergeANT-Coerift, 你身上腦袋。 那你身上腦袋。 真的有什麼東西, 你就沒有錢, 你自己身上腦袋了。 你自己身上腦袋了。 但是, 我喜歡吃你身上腦袋了。 但你發覺,原來這群弟兄姊妹,他們一心一意的時候 我剛才說,我不是埋怨你們,你們不用擔心 大部分弟兄姊妹,我看到你們,我很感恩 有時候在外面站著,看著你們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們很感恩 一個這麼乖,回來聚會 帶著愛主的心,回來 我看到你們趕得很辛苦,雖然遲到了一點 但我明白你們很辛苦趕到 但你遲到都來,好過不了 你還是有個愛主的心,我今天要趕回來 遲到少少都要趕,明知牧師看著我都要衝進來不怕 不然待會就躲到英文堂 起碼有個愛主的心,回來 我看著你們回來的時候,當我打招呼叫你的名字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恩 這班神賜給我,給我去愛的一群羊群 如果我們弟兄姊妹,就好像那個教育教育 更多的一心一意,更多的同心合意 主徒們怎麼樣,牧師們怎麼樣 更加可以專心講道 是不是?可以帶來更多,我們更加可以出去 有時候我出去教書,出去短孫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放心 因為第一,我知道教會不會沒有了我就會想到 絕對不會 還有陳全道在這裡 現在還多了一個陳牧師 還有另一個陳牧師坐在我們中間 是不是?還有剩下陳的在這裡 搞定了,是不是?包好了 有時候我發覺 有體驗節目 還想到我這麼多主學的老師 這麼多小組組長 這麼多Officer 這麼多體驗節目 同心的 我不在這裡,我出去短孫,出去教書 體驗節目在這裡,仍然可以聚會,可以崇拜 裡面很放心 很放心的時候,我出去講,就可以很大膽,很有力了 是不是?我不用說,今個禮拜是甚麼事 要不需要?現在是禮拜日 我需要按時計打電話 我回來看崇拜有沒有人到 是不是?我不在這裡,現在一個都不回 其實我沒有五位大的 是不是?不要覺得自己五位大 當一心一意的時候 呼吸引就傳出去了 當鄧兄朝同心合意的時候 當我們站起來說 請你們來教會,信耶穌很好 他一來教會,一看見我們這群人 哇,這個真是一個溫暖的家庭 這個真是同心合意的團體 這個真是把耶穌那種愛表現出來的 那些新朋友都願意來 是不是? 哇,如果來到這裡 那些人跟我們打招呼經兩句之後 就很多怨聲四起了 你知不知道這個教會 沒有甚麼必要你都不要來了 牧師又不是很好,執事又怎樣 那些諸學老師又不知道怎樣 教得不錯,那些組長更加如七八糟 哇,那你不斷把這些傳載出去 那以後沒有人來 我們怎麼講到都沒有人來的 是不是? 不是,然後我們同心合意 一心合意,互相幫助 到一個地步 我買了我的東西,幫人也製 哇,那個個個有這種的心願出來 再說這個不是規矩 不過有這個心願出來的時候 你所言語,所表達出來的那種愛 那種和平,那種和好 配合著一群好好的傳呼音的人 教會人會受到你 人就會增加 所以說天天 主張德國人天天加給他們 所以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當教會面對迫發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去面對 而是一群同心合意 帶著愛心的面對 互相的扶持 是你工作上面面對的壓力 你家庭裏面 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什麼情況 所帶給你的壓力 不怕 好,我們回鄧兄姐妹在這裡 這團火一直的點燃 一路的互相扶持 這個教會繼續的起來 但你發覺路加야記載就是這樣 很多彎轉 當教會現在來到這裡面對迫發之後 迫發的時候 他們很勇敢地面對迫發之後 回到來的時候 大家同心合意 說似乎是一個很完美的,一個大田園的結局的時候,你發現什麼事? 第五章出現,和第四章相反, 第四章最後的時候,這個巴拿巴,這個勸位子,這個利美人, 他們利美支派,不同其他支派,可以承受很多的地業, 但是當時他們都是負責一些的城市,如果查回舊約的時候, 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就變成為徒城, 是讓那些無心誤殺的人可以逃進去逃命的, 所以有部份的利美人,仍然有自己的地業,這個巴拿巴, 他都變了,不到全數的交了給他, 這裡特別提到巴拿巴, 你發現了,前面都記載了,很多人來捐獻, 不停有第二章開始,到這裡提出來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不是很清楚聖經的原因,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巴拿巴這樣做了之後,怎麼樣? 名字被提出來, 他可能慢慢地,其實不是因為捐了錢, 或者買了地業,買了名牆回來,買了地位回來, 我相信不是, 而是這個巴拿巴以他的恩賜,以他的財感, 以他的主面前對主的心,以後孫行主,我讀到這個巴拿巴, 他是一個愛主的人, 他更加樂意變在一起, 教會更加欣賞這個的人, 將名字提了出來, 接著出現第五章, 第五章就將整個教會一直成長進步的這個高潮, 一下子轉了下來, 轉了是什麼? 有阿拉利亞, 薩菲拉的事件, 所以你開始看到的曲線一直這樣上落, 被人誤會, 被迫白, 現在呢, 出現了教會內部的問題, 多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心裡會很大的感嘆, 有什麼? 這痛是兒子, 外面的迫白, 未必能夠破壞教會, 裡面的腐囊, 教會內部的人, 有一小部分的人, 這裏只是一對夫婦, 當然教會至少八千人, 只是一對夫婦, 有一些只是唯一自己个人一些的利益 使到教会受到破坏 当然神后来很厉害的认法 因为神要洁净他的教会 神的心爱他的教会 神的心不用他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腐败的情况 迫白带不来教会的破坏伤害 小部分的人一两个人的私心贪恋 就破坏了教会 所以我专专给一个题目叫做家财难防 这两个不是外面的人 这两个都是教会的人 有名有姓 哈拉尼亚 撒菲拉 所以你改个儿子的女儿都不会改这两个名字 我想你 是不是 如果改正可以再改 有名有姓的 可能是有头有面的 可能在发迁过初信的信徒里面 他们是其中一些的 都是一些的领袖 或者是一个小组组长 有名有姓的 但是他们是带了一点点的私心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笔记上给大家看 两段经文的比较 由你四章第一节开始到第五章第一节的比较 一个是外面来的迫害 一个是里面人事 是人里面自己的思心 不是人事问题 人事是人和人之间 这两个不是 这两个是一对夫妇里面一种无私的 一种自私的 一种这样的心态 一种贪心 一种欺骗 很可怕 可怕到是什么地步 教会其他弟兄姊妹 就是因为见到人的需要 无私的捐助 变卖所有的 但这两个人 他是私自的留下 第二节 把价人私自留下几分 什么叫私自留下几分 就是没有公开出来 当我导致见到人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阿拉尼亚撒菲拉 他们卖了那些田产 那我们不知道多少 一千万了 那我们就留下一些 因为我儿子跟着要去哈佛 或者不是去USC 那都要留下一些钱的 所以我只是将我卖了一家屋的百分之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再留下 如果 可能 先会 草务 只会 可以 Strava 卖 何 视频 我 其實用在我們身上都是一個奉獻,有時候我們要學會 我們是要供間屋的,如果我連住都沒得住,怎麼能夠服侍弟兄姊妹呢? 我是需要買一輛車的,不是怎麼去探訪的 所以我們放在這些上面,可能都是奉獻的一部分 都是為了整個角度的緣故,所以我們不是很緊張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百分之十,如果不是財務部 我們也沒有做這件事,甚至是教育財務部很好的 我做牧師這麼多年,我不知道你奉獻了多少 我只知道我有奉獻,還有我奉獻了多少,我知道 百分之幾,我知道,我是超過百分之十以上 但是你誰奉獻多少,我沒有人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你奉獻是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百分之零點 我都不知道 就算我們問,財務部也不讓我們知道 牧師你沒有知道 為什麼呢? 可能就免得我們傷心,對不對? 可能是,不想我們,哇,這個奉獻這麼多錢 我們就去托一下這個大腳 這個不是這些奉獻 那麼,走到一旁吧,麻煩你 人都是瓦割書第一章那種的偏心,很容易,對不對? 我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們對你一視同日 但是他們,如果阿拉利亞薩菲拉,他賣了一間屋 捐了百分之九十,留了百分之十 跟今天我們說的百分之十,差很遠,對不對? 如果他是這樣做法的時候 跟著他拿錢拿來給使徒的時候 你發覺第八節怎麼說呢? 第八節使徒就問這個他的太太,薩菲拉 你們賣的錢是不是就這麼多啊? 他看看他怎麼回答啊? 就是這麼多,說謊吧,是不是? 我們很相信,當研究的《聖經》就是說 如果他只是捐了百分之九十 現在匪德藥去問他,你捐了多少啊? 是不是就這麼多啊? 不是,因為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十我留回來 我自己還要吃飯 我還有一個兒子準備進入USC 我還有一個女兒去哈佛 每年還要坐遊船、渡客家 所以留一半之十 我相信他很坦白地說,我留一半之十有沒有事啊? 沒有,就公開了 我們今天收到巴拿巴捐來的田產 他賣了之後,百分之一百送給教會 我們為了感謝神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私自留下 很可怕 他們好像在一個欺騙中 欺騙中 欺騙中 所以前面第四章告訴他 當我面對迫白苦難的時候 第四章第八章第四章三十一節 提到一個名詞 他們都被聖靈來充滿 但是這裡呢 第三節怎麼說啊? 阿里亞薩菲拉,彼得怎麼說啊? 你們有一個,起了一個詩意 起了一個欺騙的心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 就是說當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你自己為了自己利用 為了自己貪念的緣故 你就留下了一個地方 讓撒旦有機可乘了 有一個破口讓撒旦進入來了 而且當你真的做出這件事的時候 當你做到欺騙的時候 如果你奉獻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你要說百分之一百呢? 你要欺騙的時候 這個欺騙的後面 就是可能是一個希望 贏取到別人的尊敬 你要鼓起你 這種這樣的動機不良 就讓撒旦充滿了你的心 撒旦就是自私自利 撒旦就是那種貪念 來敵擋神 撒旦的意思就是敵擋神的意思 抵擋神的意思 當聖靈充滿他的會眾的時候 充滿神的指紋的時候 他們是大有勇氣 無私的奉獻 大有勇地站起來 來做見證 宣揚神的角度 但是它是讓撒旦充滿在生命裡面 將那種詩心 你又拿出來 你看到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圖畫 迫伯 愛做的迫伯 破壞不到的教會 裡面 裡面的腐敗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其實是孫子兵法裡面的其中一樣 你外面強攻不了 怎麼樣 裡面煽動人心 讓裡面的人犯 裡面的人腐敗的時候 外面不用強攻了 它自己會想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來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很怕沒有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學習一件事 在教會的生活裡面 為了神的榮耀的緣故 我們要將這種自私 就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甚至有時候這種自私 是隱藏著一些美麗的描述 或者說美麗的謊言的後面 將一些拿走 用一個很單純的心 很純正的心 一個很純潔的心 來彼此相愛 真真正正的彼此相愛 你建立這個蓬勃的教會 當一個人私心茂利的時候 你發現是怎麼樣 教會是受到傷害的 所以為什麼在《詩雄》第五章這裡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給他指出你的罪的時候 神的認罰出來 立刻躺在那裡 斷氣 他太太也是這樣 有一個建英家就說 這個情況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想著被人刺穿的 你怎麼刺穿呢 這件事只有他跟太太商量過 所以你兩夫婦關係好嗎 都挺好的 兩夫婦關係 一起欺騙人 同心串謀 可能沒有人知道 我們兩夫婦說 為什麼那些師徒這麼厲害呢 一說就說出來 嚇到他當時馬上心臟病發 去了 有人說他被嚇破膽 嚇到心臟病發 有可能是的 但我相信這個也是神的一個很重的認罰 因為可以給人看見 如果你要破壞教會 破壞神的家 那麥多慈主怎麼說呢 如果你破壞神的殿 神必破壞那個人 神是很絕對的聖結 神是不容許人去破壞 他的辛苦的純正 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辛苦 為什麽有時候我們會對一些事情 很厲害的處理 很嚴重的處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破壞教 破壞教 我們幫助一些婚姻裏面有困難的家庭 我們自己走過知道困難 我們曾經婚姻裏面都失敗過知道困難 但我們願意靠著這個緣故 去幫提醒姐妹去突破這些事情 不容許我們婚姻裏面出任何的問題 為什麽? 不要再說是要做什麼 不容許我們給我們 為什麽? 我們一提議 我們自己人去家裡吃飯 因為你正在破壞教會的合日 你破壞教會的愛 破壞弟兄姊妹對你的信任 你美其名就是我愛他 你愛他就是送給他 為何要收他錢呢 所以弟兄姊妹為了教會的愛的緣故 我再一次說 有人向你推薦他 你不要買 當你不買的時候 他沒得做生意的 他問你為什麼這麼好的東西不買 你說蔡牧師說不要買 那讓我的公司來追我 是這樣的 他夠膽來追我 是不是 他可以買空殺了我 不然會翻天家 我為主殉道 被MLN的公司買空被追殺 是吧 又是聖陳 Gary又升職到神學院 神學院就收了他 那如果馬空追殺了我去 又多個聖陳在教會 又好又是聖陳的 我們教會真的不知道有什麼事 都是聖陳的 不要買 他們表面有愛心 裡面的私心 因為自己有利益 你們看又拿到KD 但是是聖 Kayford 演唱特質 吃完 ! 那是聖角質 是聖濟 鍾薩 ث ecc 有人问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为什么 那个人将那些血 杀人的血 撒在那些阵物里面 那个高楼 想起来死了那么多人 耶稣的答案是什么 神今天没有像那些 这样的认怀他们 因为 他们全流悔改的机会 我容许你们 去销售的人 继续留在教会 我没有公开你的名字 在教会里面 我没有在教会的事务会议 我可以公开你的名字 然后正式请你离开教会 是因为 我希望你继续留在教会 好好地听到 回到小组 好好地伤害 以致你悔改 你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破坏了教会 有一天不用我出手 神出手的时候 被蔡牧师这样讲的一句 我们是在教会 这种 是里面的思心 隐藏在爱里面 表面说是爱 事实上为了自己的利益 很可怕的一些现象 当然现在只有一天我说 你不能解释 所以最好就没错 圣经告诉我们听 我们今天要同心建立神的一家 你看当时的信徒 他们居然能够变卖自己所有的 他不是要得到一些好处 他是我拥有的都要变卖 都要成为人的帮助 突然知道为什么我们 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这些东西 起来我们应该要学习他们一样 我们不坏得杀所有田产 但我可不可以尽过能力 淘我的腰包 帮助其他人的需要 为什么要为自己 为什么要有这种私心在里面 我再说这种私心 为了自己利益的可怕地方 比我去做的迫迫更可怕 利用了别人对你的相信 利用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利用别人对你以为你很爱心 但原来你是为了自己 很可怕的假目 这些私心牟利是忽略了神的主权 又忽略了欺骗的这种的罪 有人说欺骗这个罪是更可怕的罪 因为欺骗的罪是第二层的罪 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会欺骗呢 我为什么会欺骗呢 是因为做错了第一件事 所以希望说谈话做什么 覆盖第一件事 就是说谈话了 所以说谈话是第二个层面 第二层的罪 为了要掩饰这个说谈话呢 你怎么办呢 通常怎么办呢 你们没有经验吗 没有理由 再说谈话了 我们很多时候 cover第一个谈话是怎样的 再说谈一个谈话 cover不了第二个谈话 再说谈一个谈话 你说说谈话是怎样的 就是可怕的事 人们就说 谈话你说一百次 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真理 有时候我们说谈话说到地步 自己都信以为真 试过没有 我本来遮掩这件事 说谈话说几次之后 几个人问你 你都说谈话说到地步 觉得我是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 很可怕 但我们的神 是诚信真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不容许这些 欺骗 杀谎 假冒 在他的百姓中间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不其言想起救了另一段的经文 约书下记 有类似的情况 当神使用以色列文 带领以色列人 去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不用说了 啟日之后 整个耶利哥城倒了 哇 以色列人就红心大作 既然神带领我们进入加南地 我们一进来第一个城 耶利哥城 就打得漂亮 赢了一仗 接着怎么样 我们继续去 旁边的艾城 艾城和耶利哥城比起来 艾城真是 简单 随手 就可以抓到回来的了 因为艾城没有耶利哥城这么坚固的城墙 艾城的人口没有耶利哥城的人口这么大 艾城的位置没有耶利哥城的位置这么好 就是要攻准它 简单 所以以色列人当时都不派全民出队 不停派部队去打 结果怎么样 惨败 攻打这么强 攻打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赢了 为什么输起艾城一仗呢 发现后来是什么事件呢 有个叫做亚干的事件 这个亚干干干什么呢 原来当我们攻打耶利哥城 好轻的吩咐 耶利哥城里面一切的物件都不可以拿 全部要烧掉它 但是这个亚干干的人不可以拿 有几件漂亮的衣服 有点漂亮的珠宝 没有见到我是不是 身为 不单身这样 仍然是几下人能看到 掘了个芯的洞 DIDi5 藏在里边 洞于哪里 在 creators 就是在我睡的帐帙的下 которые 在办法里 会隐藏得很深入 还是在座ained 那尝一下 每一件事可以隐瞞神 你的自私 你的私心 你的贪婪 可以骗到人 骗不到神 结果喊成一败 约书下带领领袖 到神里面前祷告 神就要祭签 献出这个阿干的事件 你回去自己读约书下的 他们要彻底对付阿干这件事 他们要再攻打阿弥陈 再一次的获胜 你以为你可以隐藏在神面前吗 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学习一件事 就是要胜过私心 就是我们真的存在一个很单纯的心 弟兄姐妹 给自己的分享 给自己的帮助 一心一意 我很喜欢那个字 他们一心一意 给自己的帮助 当见到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教会 尽量去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我们有一个慈慰基金 这个慈慰基金是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家庭 有些是需要短暂的 我们有短暂的帮助 但是这个慈慰基金在过去 我们有教会这么多年 十几年来 都帮助这些家庭 一直帮十几年 所以弟兄姐妹 但是这些名字我们不会公布出来的 我们慈慰基金的委员会 他们会知道 Dennis是其中一位 我们的执事是负责这个慈慰基金 你问他都不会说我们帮助谁的 但是我们知道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学习一心一意帮助的人 你可以奉献上面写明是给慈慰基金的 compassion fund 就是中文英文都可以的了 我们财务部的人 两样都会看的 慈慰基金 钱就会放在基金里面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有弟兄姐妹 他们牺牲她的时间 车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去看医生 去医院 去检查 去有人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 煮人家的饭 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家庭 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 帮家庭煮饭 有时候我很感动 他不是说我想吃什么 就煮什么煮给他吃 而是在那个列表里面 有时候提一提 因为他有这个病 因为他家庭的缘故 家庭的选择的缘故 他们有些东西不吃 他们是希望吃这些 如果我要煮给他的时候 怎么样 我要参考这个名单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的 不过要煮给他 可以煮吧 我自己也吃完 不要紧 因为顺便煮多一点 我们那帮帮人煮饭的弟兄姐妹 牺牲了自己的胃口 帮助人 每个礼拜天我们的厨房 都留下一些饭盒 就是带去那些身体有需要 年纪很大来不到教会 我们只要去煮饭都煮得不好 煮不到饭 送去 接着礼拜下就有人送到他们家 一心一意 做到吗 这些难不断说 我没有叫你埋住 我 schools 给管他帮忙探访 送饭给人 帮人煮饭 有没有想法 peaceful haben OY andar 我們要同心合意,真誠的相助,建立神這個蓬佛極佳。 好嗎?能不能做到? 多些人能做到,好嗎? 如果你想來參與的話,告訴陳傳道,告訴我。 我們可以安排你怎樣去探訪,怎樣去幫助。 是嗎?是鄧英姊妹。 我們需要用這種的真心。 當我們肯這樣齊心合意,互相幫助的時候, 這個教會就成為一個蓬佛有力的教會。 這個蓬佛有力的教會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也討厭求主席給我們一個很敏銳的熟靈的分辨的能力。 我們不是說要做很多警察去監視,不是。 剛才他說,我知道很多,我不是特地去監視你,我沒有什麼時間去監視你。 我有時間,我就回家祈禱讀聖經。 有時間,我就睡覺。 要休息,因為不能受壓力。 但是,很多受傷的弟兄姊妹,就會跟牧師說, 牧師,這樣說,這樣說,這樣說。 那我就告訴他,我叫了你不要買,你又不買幹什麼呢? 你不聽牧師,這樣就值得。 你買了,你不要向我投訴。 有人跟鄧英姊妹夾粉做生意,夾粉投資失敗了, 都來跟牧師投訴。 我經常都想,如果你賺到錢,會把牧師聽給我。 跟人家夾粉投資虧了,那就是牧師騙我。 我說,我那份合約是你簽的,是你親,就是,是你簽的嘛。 那些又搞了我們幾個禮拜,又搞了我們頭都痛了。 是不是? 幾個都是弟兄,幾個都是住裡面的人。 為什麼有這樣的投訴呢? 但是有時候我們求助給我們一種贖令的分辨能力。 我們不是做警察,去檢查誰做得對誰不對。 我沒有這樣的時間。 我的時間要來準備廣章,我的時間要好好地祈禱讀經。 但是有時候, 當我旁邊觀察的時候,旁邊聽的時候, 我求助給我們一種熟靈的敏銳的觀察的能力。 以致我們知道發生著什麼事情。 我們需要互相的守望。 當你看到弟兄姊妹在這些失敗的裡面, 走錯誤一步的時候, 請你帶著愛心, 跟他說, 弟兄姊妹, 不要這樣做。 我不會買的,不要這樣做。 我為你祈禱。 如果我們每一個, 都是為了建立教會的心的時候, 我們教會的, 其中我們的意象宣言就是, 我們要齊心地建立神的家。 我們怕我們的教會, 因為裡面有很親密的弟兄姊妹的關係, 互相守望的關係, 我們成為一個奉沛有力的教會。 以致外面的攻擊打不倒我們, 裡面的一些困難都遙露不了我們。 因為裡面有一個困難出來, 我們有一個很強的免疫的能力。 弟兄姊妹的愛, 弟兄姊妹的那種互相守望, 就把這些壞的細胞包著它。 讓我們散發那些毒出來, 甚至我們幫助他們。 讓我們在神的公義的面前, 在神的嚴厲的面前, 在神的審判未到之前, 國安法的悔改認罪。 國安法的悔改認罪。 坦白說, 我經常覺得, 搞推銷這幫電影節目, 如果是你的話, 你不要做這件事。 將你的恩賜, 加入我們外展部, 幫我們傳福音。 你又不怕臉皮口, 周圍去問人。 幫我們傳福音, 周圍拉人來教會。 不是賣你的東西。 是不是? 好像做我那一行。 收買人命上天堂。 那也是銷售者。 是不是? 如果你受過這些訓練, 我知道你受過很多訓練, 每天都聽, 被人洗腦這樣。 所以有人跟我說, 牧師, 你所說的沒用的, 他們每天都聽, 每天都去那些講座, 洗腦這樣洗。 我知道我是沒用的, 我希望聖靈的工作。 如果將你這種聖靈, 跟人說話, 說服別人, 將你的好東西 銷給人的這種態度, 是銷這個福音, 銷耶穌基督的名, 銷耶穌基督的尊貴, 銷教會的珍貴, 銷教會的團結, 可以贏取很多的人。 我希望你的經文提醒我們, 放下我們的思心, 加強我們同心合意, 來建立一個奉勃的教會,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願求聖靈在我們心裡, 對我們說話。 如果人所說, 有些不合理的心意, 靠聖靈的時候拿走。 讓我們的心意緊緊地, 活在主的面前, 緊緊地跟隨神。 所以為了我們很多弟兄姊妹感恩, 我見到他們, 這麼多年來, 在教會中心的服侍, 叫他們無私的付出。 見到他們花很多時間, 有時候回到教會, 做這件事, 做好這件事, 放旺, 在廚房, 在團結, 在辦公室, 將他們盡他們的能力。 我們多謝你, 使每個禮拜日, 他們要早點起來, 都要回來, 去接待弟兄姊妹, 要關心弟兄姊妹。 有我們有弟兄姊妹, 在平時都抽時間, 打電話, 互相去慰問, 去關懷。 還有為了這些, 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群弟兄姊妹, 好像很寶貴的童工一樣, 賜給我們。 我們多謝你, 我們為他們感恩。 我們中間有弟兄姊妹, 過去有些不對的地方, 錯誤的地方, 真是有些思念在中間的。 你這個勞捕的地方, 都說他們討告, 求主要輸。 當我們達到奧悔心道主, 面前的時候, 主要接納他們, 賜給他們一個更新的生命。 以致他們可以用他們的生命, 一個悔改迴轉的生命, 繼續來榮耀你。 我們找到為我們的家庭的生活來討告, 為我們的婚姻生活來討告。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代, 實際面對很多很多這一方面的攻擊。 不是外面信仰而來, 不是斬頭那種的迫害。 它在我們每個家庭裏面, 仇敵撒旦, 用這方面破壞我們的家庭, 以致我們夫妻不和, 以致我們家庭很多的誤會, 以致我們和子女不合, 在裏面分化了, 以致我們武力向外, 武力來好見證你。 主要求你幫助我們的家庭。 如果我們做丈夫, 或者做太太, 或者做父母, 或者甚至做子女有錯誤的, 主要求這時候, 告訴我們聽, 給我們知錯, 又讓我們願意回轉, 帶著謙卑的心, 帶著我們親愛的家人, 我們的配偶,我們的子女, 一同回到主的面前。 讓你來更新我們的家庭。 以致我們每一個家庭站著的時候, 就告訴這個世代知道, 我們是按照聖經的原則組織的家庭, 是讓聖靈充滿的家庭, 是何等的恩愛, 何等的和好, 何等的美麗。 我們感謝你, 聽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